哈喽大家好我是鼓 在经历了将近两个月漫长的等待之后 柯南最新一集1032集终于更新了 但他看完之后我真凝和他不更新 我真憾不得一铁箱把编剧的头给他打完 这绝对是我看过柯南史上最水的一集 你说你疫情期间你好好写个剧本也行 结果憋了这么久憋出来了一坨这 算了不说了我还是赶紧来吐槽他吧 实际上说这一集标题 妻子的秘密我就知道这集肯定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集 然而柯南里面的编剧好像并不知道 爱象一到国王绿的你发光的操作 所以这他喵的和妻子的秘密有啥关系 我能举报你标题倒吗 故事一开始有位男子在路上发寻人启示 这蓝姐姐一看你能给我一份吗 我爸爸是侦探顺便给这孩子一份 呀我这一看我就知道完了全他妈完了 然后这边丈夫就拜托毛利小王调查 原来丈夫本来和妻子约好了要去死人餐厅吃饭 结果等了半天没等到 结合标题我更加确信了这应该是绿色健康的一集 然后毛利小王就开始调查 但调查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于是就开始问邻居 然后邻居都说咱们的关系不好 经常半夜吵架 比如说什么明天杀我 让我活到今晚把我驱逐之类的 这我学死这不他们要狼人杀吗 但毛利叔叔显然不知道 于是他们就走着走着就听见了丈夫的声音 这往这一看高慕老弟也在那里 然后高慕怀疑丈夫把妻子埋在了地里 然后丈夫便说 你今天要是能在我的院子里找到了 我当场找到了 我当场抱头痛哭 然而跟你塞考人斯第二定律 凡是亲人朋友去世的时候 哭得最惨烈的一定是犯人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这是一道证明题 但是毛利小布朗此时站出来表示怀疑丈夫 那根据塞考人斯第三定律 凡是毛利小布朗指定的犯人 一定不是犯人 所以这居然是一道选择题 而凶手就在三位邻居之中 那接下来就是开战现场 结果克兰网上一站就知道了犯人是谁 连经典的射击光都没有 于是不便开始推理 这边我大概说一下 凶手是老太婆 凶器是掉落在院子里面的剪刀 那几句话是戏中的台词 那角的台词原来我咕噜寡闻了 而杀人动机则是因为妻子剪了 他家一根树枝 然后就咔嚓一声给他重刺了 这 这遇上这么个邻居 那真的也是倒了八百倍子 大霉了呀 这把丈夫气得超级家伙就要歇死他 让他打 打死他都好 我屌你妈的 这写的什么玩意儿 好了那么本期里面就到这里了 虽然感觉有点水 但这几真的比我这视频爱水啊 请关注不方点个关注点个赞呗 去这点赞可以考个好分数 另外最近大家要经历高考了 我也在这里欠上自己的小祝福 祝美威学和学姐们都可以考一个好成绩 金棒齐鸣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伯伯 我们下期再见